《柳都星陷阱》 《柳都星陷阱》就是很簡單的一個理論 當經濟一旦出現了一個不太好的表現的時候 在過往尤其是在2008年前 聯儲局會透過這個理論 或者很多國家都會透過一個理論減息 希望去推動經濟或者投資活動 有一個更好的表現 其實最佳的例子就是在日本 現在我們叫做迷失差不多30年 其實正正就是它不斷推一些貨幣政策 不斷維持長期維持在零息那裏 但是對經濟其實都沒有一個刺激的作用在那裏 變相來說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所以譬如你對於廢希爾那些 一些這麼老牌的聯儲局官員 一些銀行家 他們是很擔心一旦好像日本這樣走的時候 那美國會不會走去一個維新20年下的局面 所以變相來說它不太贊成息率 繼續維持在這麼低的水平 多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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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